我的杀球一般有速度 但时中时不中 自认为多半杀球都是不中的 平时中杀 我的主要动作是传统挥拍 但会格外注重杀球时的含胸称背 手势半全卧转全卧 球拍是3UZF2 但是我接触到的高手的杀球 几乎都是又快又重 很少有快而不中的 其实是没有 应该把很少划掉 我朋友分享的经验 是长得壮的高手 一般杀球都重 但我可能很少遇到瘦的高手 请问如何才可以稳定地 把杀球杀得重呢 VTZF3杀球是不是所谓的重 是由你的挥拍速度决定的 羽毛球的发力技巧 专业术语叫鞭打动作 鞭打动作的特点就是速度 特别是末端的速度 我们基球用的是拍子 准确地说是拍头 在引拍阶段 主要是放松 蓄力 当拍子从上往下 就逐渐加速 拍子与球接触的一瞬间达到最快 完成杀球动作 这个过程要连贯 协调 追求的是最后的速度 而不是某个时段的力量释放 末端速度越快 给球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 杀球当然就越重了 另外 除了重 杀球还需要快 这个快不是球速的快 而是落地的快 如何做到落地快呢 关键是基球点的高度和发力的方向 理论上 基球点越高 在发力向下的情况下 球在空中的飞行轨迹越垂直 路线当然就越短了 落地不就更快了吗 快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 接杀时的时间上的困难 你落地越快 对手的反应与完成动作过程就越难 对吧 所以有的人让你感觉杀球很重 有的人让你感觉杀球太快 这两个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两者统一 当然最好了 正手和头顶杀斜线 总感觉球下压不够 球速不够快 请问拍面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我在考验路上扣杀的速度与基球瞬间 单位时间内挥拍的速度和球的路线有关系 其绝对速度就是拍子基球时的挥拍速度 速度越快 球速就越快 相对速度是球下落时的路线 越垂直于地面 相对速度就越快 换句话说 在球的飞行速度不变的情况下 球越是垂直落下 给对方留下的反应和接球的时间就越短 因此 我们解决扣杀的问题要看两方面 一是提高挥拍的速度 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动作 进一步理解鞭打动作的内涵 增强上肢 特别是小臂力量来完成 二是改进扣杀技术 通过提高基球点 缩短发力的时间 找到发力前拍面与球之间的位置 来提高扣杀的质量 以上是扣杀的总体技术要点 回到你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你的基球点 和拍面位置的不合适造成的 扣杀时 为了尽可能地垂直于地面的飞行路线 我们要尽可能地抢得高点基球 所以 基球前手臂基本伸直 基球前球的位置应该在拍面的下端 基球时拍面是从上往下击打 对于直线扣杀 基球的瞬间拍面是面对球头 对于斜线扣杀 一般来说 正手是采用P 头顶是采用滑板的技术 基球时拍面是斜的 至于角度 要根据起跳的位置决定 平时练习时 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技术要领中 对比自己的问题 慢慢体会 找出关键所在 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改进 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杀球无力怎么解决 就是说 如何杀球才能让球 更快更猛地落到对方场地 张托利恩 高质量的杀球 要有几个条件 一是基球点要高 二是挥拍的速度 要尽可能快 三是杀球的路线 要尽可能呈垂直方向 第一点是保证你 尽可能垂直杀球的基础 第二点保证你杀球的球速加快 第三点保证你的杀球的 实际飞行路线尽可能短 这样的杀球 对对手的威胁最大 你说自己杀球无力 说明你的最大问题是挥拍速度 羽毛球的发力技巧是鞭打动作 打球时 就好像拿着一条鞭子 在抽打羽毛球 此时 你用了多大的力不是关键 而是有多大的力用在了球上 我们打到球的是拍子 更准确地说是拍头 拍头没有肌肉 它体现自己的力量的方式 是单位时间拍头与球相及时的速度 速度越快 产生的动能越大 球飞行的速度也就快了 因此 你的任务是提高拍子的挥拍速度 特别是拍头的速度 而俗称的鞭打动作 才是完成高质量杀球的关键所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感谢观看